我對奇案發生的興趣 就源自我小時候看麗的電視的劇集 十大奇案系列 其中有一集就叫做《六國大風相》 發生的地點就是在後面曲街這一座的 長樂大廈五樓一個單位裏面 只不過翻查資料裏面的受害人是有兩個 為何叫做《六國大風相》呢 又和我之前說的那一集《六國大風相》 有甚麼關聯的呢 其實這一宗的血案 就和《六國大風相》可以說是沒有關係的 當時為何麗的電視的十大奇案 都會灌上劇名叫做《六國大風相》的事源 在這個單位裏面居住的那一夥人 有一家六口那麼多 那麼兇手就原本是要脅可以將他全家都搞定 就叫做《六國大風相》 就變成《六國大風相》 最後是沒有整事的 這件事就發生在1974年的香港 當時這個戶主裏面 這個單位長樂大廈裏面大約是400呎的面積 那麼戶主就叫做黃啟臨的 三十八歲 當年三十八歲 有一個連邁的母親 就姓楊雅 都六十八歲的了 黃啟臨就據說在附近的黃埔 黃埔有船奧 在船奧裏面工作的 都是辛苦作業 但是都有點借促 這個單位買了是自住的 黃啟臨他有個妻子叫周雪梅 本來他們兩夫妻生了三個子女 樂也融融 子女分別是六歲 八歲和十二歲 加上媽媽 一家六口就住在上術的單位 話說案發之前那幾年 黃啟臨想裝修的單位 以及人說是灰水 於是他的母親就說有一個 同鄉的婉親 當時很有趣的 一些情意就是 同鄉就算不認識的 有人介紹又似乎好像信得過 如果你是有少許婉親關係 又好像信得過 當時香港的風氣是會這樣 介紹了一個人 叫做林天佑 這件血案裏面的兇徒 林天佑就來幫他們做裝修的工作 跟他們遊遊 然後就說 我無親無故在香港 亦都是沒有工作 可不可以暫住在你們那裏呢 四百尺的單位裏面 住了一家六口 其實都挺逼勁的 但是他們居然也不介意 收藏林天佑在這裏一起住 久而久之就直接在這裏住 兼且在這裏吃 真是多個人多相快 但是從來 這個林天佑 是沒有給過一分一毫給租 沒有給過伙食的 換句話說 白食白住了 當然啦 日子來了 長瓶的懶孤 經常都 大家都會有一些言語上面的衝突 加上據說 這個林天佑 就周不時在他們母子 或者夫婦 裡面搬用一些是非 讓他們更加不和 希望人們站在他那邊 後來這些東西 只包不住火 就爆了出來 更加令到 那個護主 就是黃啟臨 就更加不滿 經常都會跟他做 希望趕他走 喂 住關住熟 豆瓶都不用給 怎麼趕得走 當然是在那裡 這個林天佑就說 喂 我不會走的 我住在那裡 你趕我去哪裡 如果你對我 再是這樣的話 我給你們一場好戲 分一分鐘我陸國大風相 跟著事緣 案發之前沒多久 這個女護主 就跟他的先生 即是黃啟臨 就會發生這個衝突 就在那裡吵架 因為為什麼呢 被藍護主 就發現了他的妻子 即是周雪梅 就跟原來兇手 是發生了關係 爆了出來之後 周雪梅當然 是跟丈夫道歉 就說都是一時衝動 這些東西都是對不起你了 我已經說了以後都不會了 何況我都有三個子女 我以後都不會這樣做 希望原諒 一時之間是得到丈夫原諒的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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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幸運 那個兇徒就寫了一封信 給那個藍護主 王啟臨 就跟他說 意思大概就是 既然你們夫妻不和 你們可以各自再尋佳偶 我就答應你 我會盡我的方法 盡我的能力 照顧周雪梅 即是你的太太 我令她快樂的 你考慮一下 如果你不答應的話 我真的要你們整家人有一場好戲看 這樣來要脅他 那這位丈夫就很生氣 王啟臨就很生氣 於是又大興問罪之師 又跟我老婆吵了 那老婆說 我已經說了跟他一刀兩斷 你為何不相信我呢 一路之下 於是就帶了三個子女 就回梁家那裡住 幸好 在案發前這個禮拜 他帶了三個子女離開 如果不是 就真的讓人大禍 他知道這件事之後 周雪梅就打電話 就罵那個林天佑 喂 你做甚麼 你騷擾我老公的家人 就罵他 於是約他出來 約他自己上梁家的家裡談判 這個林天佑自己的女朋友 他當是女朋友 上到他談判的時候 當然上了 上到他就不斷被人 不斷斷罵他 他居然出奇地一句都不斷 而且最後還跟周雪梅道歉 不過周雪梅事後形容 這個林天佑走的時候 表情木立正木露空光 他就覺得他的氣都好像不順 於是他雖然不回到他家 都要打電話通知老公 就說你真的要小心一點 你比比好 我剛剛罵完他 即是罵完林天佑 他就好像很不順氣 還很兇的樣子 你比比好了 平時據說這個南部主 王啟臨就比較臨善怕事 這次他就站住了 他就說我怕他什麼 我走在這兒等他 於是他和王啟臨 他自己和他連邁的媽媽 就在家裡 結果這個兇奴林天佑 真的上去找他 大家一言不發就吵起來 吵得很重要 吵到因為長樂大廈有很多單位 位於五樓的嬌室 其他單位隔離鱗室是聽到有人吵的 不過你也知道 這個單位不是第一次發生這些炒價事件 所以吵完一輪 靜了他們覺得都沒什麼了 都不需要驚動警方 誰不知再晚一點的時候 他們又聽到又再吵 這次吵得更加重要 沒多久 就發生有龍煙湧出那條走廊 那裡是很密集式的單位 一有火警就很大件事 街坊就立刻出來看什麼事 就發覺龍煙在門的那裡走出來 一開了門 隱約見到屋裡有火光 然後見到有個青年 他們走出來 他們的神跡非常之慌張 那些人形容他就說 他站著想跳下街 但是沒有跳到 就循著樓梯一路走下去 當然是報警 消防警方很快來到 撲拭了火警之後 進入去 哇 血跡斑斑 發覺到一個 全身是燒焦分黑了的男人 在地下 整個頭都是血 倒餓血泊之中 這個男死者 當時還未身亡 是燕燕一色 不過都離死期不圓 事後證實他就是護主 就是王啟臨 王啟臨他死了 當時他有個媽媽還在 於是警方進入房間 發覺有個女人燒焦了 被一張棉被包住 棉被的時候還有一些很小的火種 還未熄滅 揭開棉被之後 發覺原來他不只是燒死 他有多處的傷痕 都是全身血的 不肯定他是被利器或鈍器 打傷而死 還是傷了 然後用棉被包住 再淋火水來燒 減生燒死 這件事真的暫時 那時候都未知 但都一致認為 兇徒的手法非常殘忍 事後警方在出事的單位裏面 受到斷了的束乾 有一塊是洗衣板 當時的人是使用洗衣板 一塊板 一環環三角形突出來 從三環環翻階上擦 突出來的地方 那塊洗衣板斷裂成為三塊 染有血跡 證實這洗衣板 打死南湖煮的空氣之一 除了有竹竿、四三板之外 還有斷裂了的摺凳 還有染血的巡仔 當時相信在屋裏都有一場鬥爭 警方一致鎖定兇徒林天佑 因為很快就聯絡了女護主避過一劫 在梁家那裏的周雪梅 周雪梅很快就和盤托出 其實她和丈夫的感情一向都本來沒什麼 後來這個林天佑來住之後 由於長期的丈夫工作時間長 她家裏就說男人寂寞 於是跟這個林天佑發生了關係 不過事後都很後悔 亦都是跟丈夫請求原諒 亦都是跟這個林天佑劃了界線 跟她分手了 警方不管男女關係的事情 最重要是第一件事就一定要拘捕兇徒 她就覺得 既然在案發之前 這個林天佑都還去找周雪梅 她就覺得對她一定還有一定的感情 於是就說你一定要留意她隨時會聯絡你 有什麼事第一時間要通知我們警方 同一時間 警方也都在周雪梅家的梁家那裡 她的電話就裝了偷聽器 果然事出不是幾天之後 案發之後 林天佑真的打電話給周雪梅 就說要約她 第二天在西貢碼頭見面 西貢那時都很癖 進去那裡見面都打算 希望人煙稀少 沒有那麼願意被人發現她的行跡 誰知道第二天那時 香港掛了三號風球 風雨飄搖 但都不要緊 都照進去 警方就一早在那裡部署 就在市區 九龍城警區那裡 派了十個警員 分別喬裝當地的居民 小販、學生等等 在附近那裡就已經在那裡佈訪 果然周雪梅去到那裡一等 離遠就看到林天佑 林天佑看到她很開心 以為 她的情人真是來匯我了 大聲去她呼聲 喂 孫妹孫妹 就向她走過來 她一走過來的時候 一早埋伏在當地的警方 全部一拱而上 就將她拘捕了 這個兇徒就落網了 到了第二年的七五年的八月 經過陪審團一致的財政 都是判處還手死刑 不過在第二年 經過港督的特赦之後 就改判二十年的有期徒刑 大約在九十年代中 都應該放出來 這一宗就是有徒式成份的 位於紅磡曲街的一個 殺人燒屍的血案 亦都有人誤傳為陸國大風上 我特別喜歡說懷舊的香港奇案 可能都是受過小時候 電視劇的影響 大家都喜歡聽這些懷舊的奇案 記住介紹給你的朋友 給我一個like 幫幫忙看看廣告 更加幫到我 希望大家可以入會做我的會員 還有更多鮮為人知的東西 國平的 exercises 電視劇的閒癇 政府要在多國 聊一段特別是 情節的細節 部發音 是